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Pokemon TCG Pocket的實用小技巧 讓你遊玩的時候更順暢更沒煩惱 那究竟有哪些這個實用小技巧呢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跟大家介紹的第一個小技巧 就是如何善用搜尋功能 來瞭解我們究竟該抽哪個卡包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目前推出了這個最強基因 當然以後應該也會有其他的這個卡組 目前如果你打開這邊 你進到這個卡牌這邊打開這個點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最強的基因呢 如果要湊滿這個圖鑑的話 他總共是要226隻的這個不同的寶可夢 我目前是204隻 還差了22隻 那究竟差了這22隻 比較多的是在噴火龍卡包 皮卡丘卡包還是這個超夢卡包呢 可能一般的方式就是來看一下 我這個013我點一下 這隻我還沒有嘛 我可能點下來這邊的話就會寫說 我要抽到霸王化的話 要去這個噴火龍的卡包才可以抽到 但是這樣一個一個點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湊齊這個全圖鑑的話呢 一定要善用這個功能 首先的話就進到我們這個卡組 並且把這個圖鑑這個鈕呢 給它打開 然後點選我們這個搜尋功能 那我們點開這個搜尋功能呢 一路往下 往到這邊的時候有個擴充包 目前的話是未止定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點擊這個擴充包 裡面呢就有目前開放的這個卡包可以做選擇 所以像是最強的基因呢 你可以選擇全部勾起來 或是我選噴火龍的卡組 選完之後呢我就按OK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 噴火龍的卡包裡面呢 總共有104隻的這個圖鑑 那我目前噴火龍的卡包已經抽到92隻了 所以我還差12隻 那接下來我們同樣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在超夢的卡包 超夢的卡包呢 裡面一樣也是104隻 我目前超夢卡包已經抽滿了99隻了 所以我超夢卡包還差5隻 那我們來看一下皮卡丘的這個卡包 所以我們一樣進到這裡呢 點選皮卡丘的卡包 然後進到了OK 進去之後呢 皮卡丘一樣 我們目前的話呢 已經104隻了 所以我皮卡丘卡包也是差5隻 所以看得出來呢 我目前落後比較多的呢 應該就在噴火龍卡包 所以我們之後在抽這個卡包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更清楚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要抽滿圖鑑的話 你究竟該抽噴火龍 還是抽超夢 或是抽皮卡丘哦 那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們點擊這個卡包資訊呢 其實就是可以了解到 這個卡包裡面究竟呢 會出什麼樣的這個卡牌哦 通常這個比較厲害的卡牌呢 官方會把它放在上面 但是這個上面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一時之間呢 了解這個卡包 究竟會主要出哪些卡牌哦 所以我們可以到這個畫面這邊哦 譬如說以皮卡丘為例 我們點擊這個提供比例這邊哦 點擊進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皮卡丘裡面 它有不同卡牌會出的機率哦 同時 這些卡牌呢 就是在皮卡丘卡包裡面呢 都會出的哦 所以我們可以一路往下滑 可以看到哦 這邊的話 這個皮卡丘卡包 就是會出三星的這個動畫 皮卡丘卡 還有二星的風速狗啊 水劍龜EX 皮卡丘EX 閃電鳥EX 胖可丁EX 還有我們非常OP的這個小霞小鋼呢 馬之士 都是在皮卡丘卡包哦 那我們同樣哦 如果來看一下這個噴火龍卡包 我們點擊這個提供比率呢 我們一路哦 給它往下滑 確實就會出這個三星的這個噴火龍EX哦 還有二星的耶誕樹啊 噴火龍火焰鳥 寶石海星怪力 麗加 夏波 還有納茲呢 全部都是在我們這個噴火龍卡包裡面 是可以抽出來的哦 另外的話呢 就是如果說是要抽皇冠卡 不管是噴火龍EX的黃冠 皮卡丘EX 或是超夢EX的黃冠呢 三個最強基因的卡包呢 都是有機會抽出來的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目標要抽這個皇冠卡的話 哪一個卡包來抽 其實都是OK的哦 第三個小技巧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如果說我們往往要編輯牌組的時候 可能就要進到這個卡牌的頁面 然後點擊這個牌組 然後目前的話 我可能像我這邊有不同的牌組 點進去的呢 再可以編輯相關的這個我的隊伍 以及我要攜帶的寶可夢 編輯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這個對戰的這個頁面呢 再去做相關一個挑戰哦 那往往這樣的步驟呢 其實就會耗時蠻久的哦 那其實有一個更方便的一個方式呢 就舉例來說 像我進到這個活動對戰好了 現在有這個活動對戰 譬如說這個超夢三愛 躲迷春節的卡包 我之前有做介紹哦 我只要給它點久一點 按下去 就會進到這個卡包的資訊 那我就可以做相關這個編制 譬如說我現在啊 有什麼東西要帶啊 或是什麼不帶 我可以直接這邊做編制 甚至我這個博士呢 我可能已經有特殊的這個效果的話 我也可以在這邊呢 給它做相關一個攜帶 然後我再按OK 然後這邊按取消 我就可以直接來進行相關這個對戰 就是我調整好的卡包 我可以省向大家不少的這個時間哦 不知道看到這邊你覺得如何呢 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的頻道現在有新增會員集聚 趕緊加入會員 支持我創作更多攻略相關內容哦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小技巧呢 就是其實如果每一隻寶可夢的話 我們大概只能攜帶兩隻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寶可夢 它有ES卡牌的話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攜帶到各兩隻的哦 那我們就以這個皮卡丘為例哦 像我們的這個皮卡丘的話呢 我先把我這個博士跟那隻 哦都拿掉 我的皮卡丘呢 其實就有EX卡牌 以及普通的這個卡組哦 其實在這個官方的系統認定的話 它會算是不同種的寶可夢 所以像我EX卡牌呢 我可以攜帶兩隻 但是如果我要再加的話 它就會說相同名稱的卡牌 只能放入兩張 但是如果是普通的皮卡丘呢 哎我就可以再攜帶哦 這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樣的方式呢 讓大家在組牌組的時候呢 可能可以有更多種的這個不同的搭配哦 如果未來你想要組一個純色系的哦 超夢牌組或是皮卡丘牌組 你就可以放EX超夢 以及放普通超夢 甚至放EX的極動鳥 放普通的極動鳥 都是可以直接放進你的牌組的哦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打對戰的一個小技巧哦 就相信大家在編輯牌組的時候呢 有兩個必備的這個卡牌 一個就是我們的精靈球 另外一個的話呢 那就是我們這個博士的研究哦 那這個精靈球呢 它的這個效果呢 就是可以讓你 就是在多抽一支基礎的寶可夢卡 它是一個道具卡 那如果說是博士的研究呢 它就是一個支援者的卡 它可以從自己的牌庫呢 再抽出兩張卡 那這兩張卡牌呢 其實都是抽卡的一個動作 只是差異在精靈球是抽寶可夢基礎卡 那博士的研究呢 就是抽任意的卡片 那這兩張卡片呢 其實是可以同時發動的哦 所以會推薦大家發動的順序呢 先用這個精靈球 先把這個基礎寶可夢抽出來 這樣你在用博士的研究的時候呢 你就有更大的概率呢 可以抽到其他種的卡片哦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在這個遊戲系統裡面呢 有分道具卡以及支援者卡 那支援者卡呢 像是我們這個博士的研究呢 它在每一回合它只能用一次 所以如果你今天背有博士的研究 或是白木老大的話呢 你只能挑一個來使用 一個回合只能用一個支援者 但是如果說像是道具卡 像是我們的精靈球啊 或是我們的商藥 道具卡的部分呢 它一個回合 基本上就是可以 直接把手牌上的都打完 那由於現在 同一個名稱的這個道具卡 只能帶兩張哦 所以你一次呢 就是可以打兩張 那這邊的話 有一個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個速度強化 那這個速度強化 它的效果呢 是在這一回合的時候 自己的戰鬥寶可夢 撤退所需要的能量 會減少一個 那有些同學可能不知道 其實這個速度強化 你也是可以一次發動兩次的 等於說 如果你今天這個寶可夢 它的撤退能量 需要兩個能量 你使用一個速度強化之後呢 你可能還是要耗一個能量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兩個速度強化 你直接兩張都給它打下去的話 這個寶可夢的撤退能量 從兩個就可以直接變成零個哦 那這個實用的這個小技巧呢 就分享給大家 大家到時候在對戰的時候 可以好好的來利用一下哦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哦 我們在遊玩這個 Pokemon TCG Pocket的一些 使用小技巧哦 那不知道你們在玩這個卡牌遊戲的時候 還有哪些這個小技巧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哦 我們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討論討論哦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